另外犯下了国内史上最高金额诈保案的许姓建商 潜逃中国八年 今年八月底在上海被逮捕 今天被刑事局押解返台 这名许姓建商跟两个儿子 涉嫌在十二年前 共谋以诈死来诈骗巨额的保险金 得手有六千四百多万元 如今许姓父子三个人都难逃法律制裁 戴着帽子低着头 清楚回答问题 涉嫌以假死诈领保险金的许姓建商 被刑事局从中国上海押解返台 要他说清楚 隐瞒了十二年的诈保案情 二零零一年 许姓建商和妻子在逃之台风来临时 涉嫌制造最矮的假车祸 九十四年以假护照潜逃到中国 之后子女成功向保险公司 诈领到六千四百多万的保金 尽管保险公司怀疑这是密谋犯案 决定打官司 但最后三省败诉定验 不过在最高法院判决前 许姓建商的妻子在中国病逝 夫妻俩的假身份曝光 也让这起诈保案被揭发 被逮捕后 许姓嫌犯坦诚犯案 他的二儿子则早在今年六月 就已经向检方自首 也公称当初是共同计谋 让父母以假死来诈保 还清债务 而诈领来的保金八年后 也所剩无几 只有小女儿分得的一千四百多万 在上个月全数还给保险公司 如今许姓父子三人 都将依诈欺 伪造文书和国安法等罪名 移送检方继续争败 就参应累积 他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